在台湾加密货币增房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陈梅慧 我们昨天特别提到是 他居然在深夜国道上面被追撞 追撞了以后六台车追撞在一起 造成他一个人的死亡 而且今天越来越清楚的细节出来以后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大家在问说 这个到底是一个意外还是一个加工的谋杀 因为陈梅慧在台湾的加密货币增房上 他扮演太重要的角色 你现在看到88会馆的金流 你现在看到当时的创意四方 创意四方在征办的时候 其实已经碰到了铁板 已经碰到了瓶颈 当时完全办不了 因为这个钱怎么进来 这个钱到底留在哪里去 到底哪些人牵涉在其中 我们的形式就完全没有办法 我们的相关单位完全障碍了金刚 摸不着头绪 后来一次交到陈梅慧手上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只花了两天的时间 交了二企业的报告 竟然就把创意四方非常复杂的金流 弄得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也因为他的介入 黄子娇今天才会被打出来 他才会判那个八个月的一个徒刑 但没有想到这么重要的人 中简竟然用说他泄命来征办他 而中简在半夜征办的时候 半夜回去了以后 他跟他的男友 还有他现在传说来说 有一个刑事局的高官 坐上了网约车 坐上了网约车了以后 没有想到在新竹路段的时候 碰到了死亡车祸 六台车追撞在一起 好 现在看到这个车祸的现场 看到这台车 大家更觉得诡异 为什么诡异呢 这个就是陈梅慧当时坐的车子 而这个是追撞他的车 这个追撞他的车 你发现这台车我们所知道是 他的这个所谓的骨架非常强 他是一个非常耐壮的车子 一般来讲 你说白牌车 很少会用这个牌子的车子 这个牌子的车子以后 他就直接坐上去 你从后面撞了以后 后面整个烂掉 他就坐在这个位置 他就在左后方 然后整个溃缩之后 你看吧 连前面追上前 他连前面也都烂了 而这台车相对来讲 是板筋比较薄的 那这到底是一个巧合 还是刻意选择的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 连最高检察长 我们看到现在 连这些北分院也受不了了 现在已经分案倒查了 这个要给社会一个交代 如果有一个他热心公益 他愿意用自己的时间 帮我们的国家来防堵这些犯罪 结果他在犯罪过程 在防堵的过程里面 他竟然被警告了 被警告之后 他居然在半夜在国道高速路上 因为追撞 而这个追撞完全不能解释 如果真的是因为加工造成了这个谋杀 现在还有人敢帮政府做事吗 碰到加密货币这么多 亦来亦去的事情 还有人敢站出来 遏止这样的犯罪吗 今天这个新闻 更意思说 在台湾社会炸锅了 你可以看到 不同立场的人全部 你只要认识成本也会 全部出来帮他讲话 因为原来这几年来 在我们的刑事真坊里面 他扮演一个太重要的角色了 他自己学coding 他自己学城市设计 他真的可以把所有的加密货币 查得清清楚楚 所以不管88会馆 不管这个所谓的创意四方 包括现在所谓的阿富钱包 所有的侦办 他都是关键人物 对 虽然这个陈梅慧 他是学生物科技出身 可是他在司改会长期任职 司改会的直密 协助这个性贫工作 还有这个包括愿意的案件 他都曾经帮助过很多的 还有在柬埔寨的 这样的一个人口贩运 他也都协助过 所以在这方面 他是有很丰富的经验 然后在这几年开始 他接触到这个 所谓诈骗集团的 这个地下金流的洗钱 他也一头就栽进去 去钻研 然后分析那个金流 甚至他曾经在帮 这个黄子娇的 这个警方侦办黄子娇 那个创意师房 台版的N号房的时候 他曾经在48小时之内 协助警方找到了 这个台版的N号房 这个创意师房 有四个冷钱包 那四个冷钱包 我跟大家讲 我今天问了一个 其中有刑事系统的这个警察 他说那个网路冷钱包 他们有其实在网路上 有一个工具 那个工具也是 陈梅惠他们是协助开发的 那个工具是可以查询 他的网路冷钱包的地址 是出自于哪个网路交易 这个加密货币的 这个交易所 我们台湾是要实名制的 去登记在那个网路平台 可是在国外呢 他可能是经过 不是经过台湾 那些国外的冷钱包 在台湾的这个警察 他看不出来 但陈梅惠分析的出来 他只要输入那个工具系统 他查这个冷钱包 他查这个网路交易所 或是查这个假的诈骗投资系统 他就说 这个是经由国外 这个经由哪里巴拉马 这个经由什么什么群岛 开曼群岛 他就会知道 这个在香港 所以我们才讲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可是对很多的 我们在刑事局那边 因为竹影你看不懂 那个竹影怎么走 你看不懂 这个竹影是 什么动物的竹影 你还看不懂 可是陈梅惠看得懂 我今天问了一个警察局长 他说他曾经邀请陈梅惠来 去他们的这个 整个警察局里面 演讲了两个小时 他说他真的听不懂 听不懂 一个警察局局长告诉我 他听不懂陈梅惠 他说太专业了 我不是学那个 我说你警大毕业的 都当到局长了 他就说真的太专业 所以可见陈梅惠的专业度 让这个局长非常的佩服 所以陈梅惠 他甚至在那个 我刚刚说的 创意失望案件当中 后来他在一星期之内 整理出27页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 那个调查报告 完整的交给了 检警专案小组 然后那个调查报告里面 有非常完整的 那个详细创意失望里面的 金流结构 包括买主啦 谁买的影片啦 金流怎么会 地下会对 一清二楚 交给他们之后 检警如虎添翼的 办这个案件 马上加速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我们有这么多检警 我们有这么多的检掉 结果没有 陈梅惠一个人搞清楚 48小时 做了27页 你知道吗 他整个创意失望 两年半的时间 这个创意失望 两年半的时间 总共有3244次的 金流记录 他全部查出来 他用两天的时间 就把它分析了出来了 所以 是警示警察局 才会觉得说 他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专业 那因为不只是这个创意失望 还有甚至我们在讲的 这个88会馆的 郭泽民另外一个partner 就是图成文 图成文是台版的 这个黄金地下洗钱教父 他也经常透过这个电信诈骗 还有网路洗钱地下会对 在做他现在已经逃亡 在国外去了 这个被通缉 那也是一样 这个案子也是陈梅惠 有在协助追查 那个图成文的 在网路上的这个 洗钱的金流结构 无巧不巧前两天 跟图成文有关的相关的 这个网路诈骗教育所 也才被申请羁押 你说图成文的左右手 这两天被抓起来了 也是这前两天 他车祸人的时候 所以就很一连串的巧合啊 那除了这个案子外 就是刚刚讲的阿福钱包 阿福钱包也是可能导致 陈梅惠这一次 这个车祸在高速公路 命上在国道一号 然后导致他要去台中地检署 去应讯了这样一个货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阿福钱包 一开始去年六月 是在台中试行大办的 然后呢 今年四月 台中检方启动侦办 台中检方之所以会启动侦办 是因为传出来 有台中市的这个刑警 跟检方举报 让检方可以指挥 去办这个案子 因为他们怀疑说 有人把这个案件的 被害人的这个笔录 拿给陈梅惠看 那那个人一指向 就是陈梅惠的男朋友 谢姓袁警 所以他们两个人 才会双双的去那边 也就纵向了这一次 他们会去台中的原因 可是以前叫陈梅惠办案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资料 都会给他看吗 他都会给他看啊 他不是听说他手上的资料 比大家想象的本来就很多 不然他怎么办啊 所以这一次我在问 老实说我问了调查局 问了这个 警政署刑事局相关的体系的人 他们都讲说 为什么台中检方 跟台中的这个刑大 难道不知道陈梅惠 在这里面的功能跟角色 不会去保护他 要去让他面临这些困扰吗 所以他们才会对于这个陈梅惠 发挥了这么多的功能和帮助 你却在让他面对 这样一个争议 最后在北上的时候 又发生这样一个意外 感到非常不舍 现在最高检察署 已经要分案 要交给新竹地 消给新竹地人署 是办真的还是办假的 当然了 今天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国道的公路警察局 第二大队 他就有讲说 我们相关的刚刚讲的 那什么六车的行车记录器 都交给了这个组检了 那查这个案子 他们现在是侦查不公开 那因为有交办 交办的原因就在于说 一直有风声在传说 是不是事前 陈梅惠就有收到警告了 包括你看他在10月7号的时候 他自己就有在脸书上 有讲说 有人疑似在网路脸书上 用他的这个名字 开设账号 要去加他的好友 然后他也请大家留心 然后他特别强调 你看我没有换账号 我没有换账号 我没有换账号 他特别强调 在10月7号的时候 一个多月前 有人用他的假账号 然后去交求 去加他FB的好友 这一般来说 也是很多诈骗集团 跟这个网路犯罪洗钱 会常用的这样一个 惯用的很老套的方式 除了脸书 还有另外就是LINE平台 他会去把你的好友 加进来之后 把你当事人本身给踢掉 而且他会去看你的演算方式 你在脸书或者是你LINE 你平常最常联络的是谁 都会去找你那个人的这个麻烦 很容易就可以撒骗 就有被害者上钩 所以陈美会其实已经 大概知道状况 而且就有人提醒他说 因为大陆那边甚至传来 陈美会协助警方 跟警方专案小组 在扣的这个网路 以泰塔币跟以太币居多 所以那边竟然有传出来说 这个透过管道问陈美会 你的这个泰塔币是收到分说 他扣的泰塔币太多 黑道炸坛集团都想要追杀他 泰塔币太多也会出事 这大概是陈美会始料未及 他说他有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 质问他说 为什么扣他的泰塔币 所以这个当中 我今天也问了说 听说大家的朋友 其实也有提醒陈美会说 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危 陈美会他个性是很热心 古道乐场 行侠仗义那种型的 然后后来他也跟他的朋友讲 有点想安慰对方说 你放心啦 我男朋友是警察 警察会保护我 可是却没想到 他却因为他跟他男朋友 在热心的帮助这个案子过程当中 被人家就这样子告发了 然后还要去面对这个争议 最后命上国道